把TOKI超生疏 姚文智愛轟 根本就是虐貓 想不到沒有得到教訓 还哭搜成动漫 甚至开启TOKI Diary粉砖 反被轟更惨 经营短短三天 立刻关闭 全社长悬到个人脸书 姚文智翻台北 无预警消失 事后解释 调整策略 贴文全山 要重新出发 现在连TOKI周记也紧急关闭 成为史上最短命粉砖 原来是有高人指点 民调指着落 小英文旦姚仁舵出手了 收写六大叮咛 要姚文智先反省自己 也不能切割发言人 有过推给下属 这样就跟柯P没有两样 还要主动对高嘉瑜释出善意 因为市长候选人是老大 老大要有老大的样子 想办法先变第二名 才能想第一名 再三嘱咐姚文智用政策换回民意 最重要的叮咛 就是立刻把猫的动画 给我停掉 最后庶名爱你有多 太英文叫他去的 这个我没办法证实 大概是基于我们姚氏中卿会 所以这个志多兴 现在来帮忙了对不对 杨仁多牌总统智囊首遇 但贴心叮咛 似乎吃了高嘉瑜乱叮子 如果姚委员要跟我见面的话 其实在我们党团的会议上 27个议员 都可以随时来参加我们的便当会 我呼吁姚文智就是 打落牙后雪吞 我们党已经过了最好的 处理柯文哲的时机 绿营闹内讧 连王世坚也跳出来 杨文智想突破垫底困境 没有先安抚队友 小鹰智囊出马 恐怕也没用 接着彭尼德 温文轩 太保